各位同修 大家好 师父好 好 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金刚经生意》 《金刚经生意》今天我们要讲第三十节 三十节请大家看经文 前半段这里跟前面有重复 所以我们看过就好 这一节的后半段有讲到非常重要的地方 重点是在这一节的后半段 虚不提若善男子善女人 以三千大千世界翠为为成 余意云合 是为成众零为多佛 圣多世尊何以故 若是为成众实有者 佛者不说是为成众 所以则所以则何 佛说为成众 则非为成众 事领为成众 这个前面已经有相同的经节 相同的章节 所以我们就不再重复讲 我们讲后边这一段 世尊 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 则非世界 是明世界 慧故若世界时有 则是一何像 如来说一何像 则非一何像 是明一何像 虚不理 一何像则 则是不可说 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 这一节的后半段 这一段很深 很深 这个包括讲到有关于 天文物理 以及实相方面 但是这一段 一样在唤醒众生 唤醒人类 不要用人类的二元 对立的头脑观念去思维 因为你还是没办法了悟 这里面的实相的真意 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 如来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 则非世界 是明世界 何以故呢 三千大千世界 则非世界 这个前面我们已经有讲过了 因为佛陀所讲的世界 以当时两千五百年前的人类的众生 对这个世间的了解 你所理解的 跟佛陀所讲的那个世界 有很大很大的落差 就算一百年前的人类 包括顶端的那些天文学家 科学家 你对世界的了解 跟佛陀所讲的那个三千大千世界 还是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佛陀呼吁大家 我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 不是你所理解的那些 因为佛陀所讲的 你看在两千五百年前 佛陀就有整个宇宙观的那一种观念 不只是整个太阳系而已 所以包括整个银河系 包括太阳系整个银河系 佛陀都看到 这些都是原生原美 而且是不断的一直在刹那生命变化 这是最近这一二十年来的天文学家 才慢慢的在证实的实相 好 说世界你又不要把它弄一个横场不变了 还是一样 它一样不断的在变化 若世界时有则是一核像 如来说一核像则非一核像 世明一核像 你看这里讲到一核像很重要 很多人研读金刚经 研读佛经 对这个一核像 还是没办法正确理解 如果你从名词文字经典文字堆里面去理解的话 你没办法真正了解什么叫一核像 所以说如来说 你所理解的一核像 跟佛陀所讲一核像 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说非一核像 世明一核像 这个一核像 我们在阿罕解读道次第里面 到后面我们有讲到 要来到体正到一体的世界 一核像讲的就是一体世界 那这个一体世界 你必须要 不只要看到整个大自然的真理实相 而且要来到整个宇宙观 所以我们在以前在讲解读道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一体世界 讲到这个本体方面 有的人一听到这个就认为说 那这样你又是落入本体论啊 佛教不讲本体啊 那你讲这个本体就错啊 实在是众生不了解什么叫做一核像 不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本体 你所一般人 你所了解所认识的那个本体 那是一种又是一种恒常不便固定 有一个主宰的那一种本体 那跟佛陀所讲的一体世界 跟佛陀所讲那种本体方面 那不一样啊 所以说佛陀讲这个一核像 跟一般众生理解那也很大差距 那实际大自然的实相 真的是一核像 只是众生你没办法正确的理解 好 我们现在透过一些图表 来跟大家讲解 什么叫做一核像 什么叫做非一核像 为什么说一核像不可说 好 现在请大家看到 这个黑板上面的这两个图表 我们两个图表都把它照出来 让大家看 先看到两个图表 这一边这个图表跟 就是左边跟右边这个图表 两个图表我们现在看起来 主要不同在哪里 主要不同在哪里 一条 一边是 右边的是有画线 左边的是没有画线 对不对 那右边有画线的 我们就可以联想说 这就像绑那个种子 绑那个种子 端鲁节绑种子 这个把它一串 串连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联想到说 这个你从上面一提起来 这整个全部都可以提起来 对不对 我们比较容易看到说 这个是一个一提的 整串的 如果左边这个图表 因为本身没有用线连接起来 那众生就很不容易看到 这里面也是一提 整提喔 不容易看到 那我们现在用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 去推理一下 右边这个线 我们现在把它变成是有线 就像说你家里的有线电话 有线电话 那左边这个呢 你用理解无线电话 行动电话 你的行动电话 跟你所属的公司的机台 有没有连线有没有连线 是有连线的喔 只是把这个有线变成无线而已喔 变成无线而已喔 这个大家好好去理解喔 但是当这一条线变成无线的时候 变成无形的时候 众生就不容易看到 不容易体会到 这是一提的 有关联的 好 我们现在先从有线这边来开始讲起 这个配合中国的《易经》来理解 道生一 一生二 无级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十八卦 然后再十六 再一直演变下去 这是一个宇宙万事万物 一个演变的一个过程喔 任何的人事物 它都是从比较简单的 然后一直慢慢的越来越分裂 越来越演变 越复杂 佛教也是一样 任何宗教也是一样喔 最初都是一个单纯的源头 然后慢慢没多久 开始慢慢的分裂 慢慢分裂 佛教最初也是一样 从原始的2500年前的原始佛法 一味的佛法 然后慢慢的分裂成为 大宗部跟上座部 慢慢的大宗部又不断的在分裂 上座部也不断的在分裂 好 到后来又分裂成八宗 大圣佛教又分裂成八宗 然后八宗之后又还有禅宗 又分裂好几个宗派 一花又开午夜 不断一直在分裂 这都是很正常 很正常 好 如果你没有往上面去看 然后你在这里的话呢 现在先从有限的来看喔 光是从有限的来看 你就会觉得说我这个跟这个不一样 这边的跟这个也不一样 我这里跟这边不一样 所以你如果你的心眼越狭窄 心胸越狭窄 你越是落入在中派意识 个人意识 自我意识的话 那你的世界就越往下 越狭窄 那像这样的话 意识 这是跟自己不同的 意识的就越多 所以你就没办法处在一核像的世界 而且你修行之后呢 会拿着一把宝剑 去到处要去跟人家较量 要称霸武林 好 如果说你修行 你是从这个下游这样开始的话 那你一样一个法门一个法门 修个没完没了 修个没完没了 一个宗一个派慢慢去修 你会修个好几十年 还是在茫茫的法海里面 如果你能够回到源头来看的话 那就不一样 你真的可以一目了然 可以清清楚楚 整个佛法的流变 好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重点是一核像 人类我们现在从这个地球开始 开始开源 开始一样有一个开头 那这个开头之后 慢慢的又不断的在分类分类 不断的一直在演变 演变到现在 情形色色色的所有众生 阿猫阿狗啦 你我他啦 中国人啦 美国人啦 印度人啦 很多很多 你一直往下 他都可以无穷的演变下去 但是当这一条线它是虚线的时候 无形 无形的时候众生就变成 我是我 你是你 他是他 佛教跟基督教不一样 基督教跟一贯道不一样 一贯道跟天主教不一样 各宗各派就不断的在那里 树立一个范围框框 要符合我们这个框框的才是我们这个中这个派的 不符合我们的这个就不相同 所以众生一落入我见身见的时候 那个一核像全部都被破除掉 但是不管你再怎么分类 我们所有这些众生 你都还是处在一体的世界里面 都处在一核像的世界里面 就好像这一缸 一个很大的鱼缸里面 有好几百条 好几千条的鱼 表面上这些鱼是单独一条一条的游来游去 好像这条鱼跟那条鱼不相干 但是同样处在这个鱼缸里面的这些鱼 它们是不是有一种生命共同体 如果你染污了这些水 那是不是大家都要受遭殃 地球上面的所有人类 不管你是黄种人 白种人 黑种人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 我们是处在同样一个地球上面 我们是处在一核像的家庭里面 一个地球村里面 但是众生没有去体会到 我跟其他众生的密切关系 结果变成不断地在排斥其他人 或是侵略或是啃食 这样就好像你用右手在打左手 用左手在打右手 用右手在踢左手 中派之间的冲突 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那都是用右边打左边 你在用右手打左手 因为众生没有去体会到 什么叫做一体的世界 所以活得就这样 说世界时有 那是来到一核像的世界 真的一个解脱者 他的心胸 他的智慧 他是来到无限的高超 非常远 他来到很超人立场来看 哇 原来众生真的是处在 一体的世界里面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如果您能够体会到 这种境界的时候 你还会对其他人启称吗 你会以爱己之心 去爱护每一个人 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体会到 一核像的世界 来体会到一体世界的时候 你的称心很自然的 就完全的消失 称心的消失 不是用压抑的 不是用修炼 用断 用命令式的要去断它 拿着一把剑再砍它 不是这样的 当然那也是一种对峙 有违法的对峙是不错 那是阶段性的需要 但是真正称心要完全的消失消除 有违法的对峙 没办法完全的根除 真正称心要完全的根除 那是来自于 你了悟了十项之后 你的称心会真的完全从根拔除掉 当你了悟了真理十项之后 你不会对任何人 或是对任何党派 或是对任何中派 或是对任何国家的人们启称 不会的 因为你知道我去攻击别人 事实上就是在攻击我们自己 你在骂别人 事实上就是在骂自己 你在打压别人 事实上就是在打压自己 因为你散发出去的那种 不好的磁场磁波 它一样会回向过来的 受灾烂的还是自己 所以如果你能够体会到 这一核相的世界的话 那真的你整个生命 人生观那就不一样 所以这里我所就想 说世界时有则是一核相 这个世界你要好好去看到 它是一个一体的世界 一核相的世界 路来说一核相则非一核相 但是有的人 像我们有讲到说一体的世界 那有的人就想说 那这样我们如果是一体的话 那是不是师父你只要你吃饭 我们不用吃我们就可以饱了 什么事情只要你做 我们都不用做 我们就可以收到相同的效果了 这是对一核相又没有正确的理解 所以说说一核相非一核相 说一体的世界 那你不要用那种狭窄的观念 认为说一体嘛 那一体就是那种什么连体 因这样连起来才叫做一体 不是啦 真正的一体不是一般众生 所认为有形的身体连结在一起 才叫做一体 不是这样 所以一体世界它是这样 大家在这个大浴缸里面 有生命共同体的关联 但是一样你有单独个体生命 自由活动的存在的空间 就像虽然我们是处在一体的世界 但是你不吃饭 我没办法代替你吃饭 你不修行我没办法代替你修行 这样知道吗 所以说一核相则非一核相 不要用那种狭窄的观念来体会 什么叫一体世界 世明一核相 虽不理一核相则是不可说 你看这里又补充一句话 说到一体的世界那是不可说 但凡夫之忍贪找其事 因为说到一核相一体世界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认为说 那这样又是落入恒常 落入本体这样不对 所以真的是众生的理解力有限 智慧有限 没办法真正的正确体会 什么叫做一核相 什么叫做一核相非一核相 真正法界十项存在是 核中有分分中有核 总体生命的关联之中 有个体议题的存在 虽然个体有议题 个别单独各个的存在 但是又是有整个 总体的生命的关联性 这个大家要好好去体会 你才会一方面珍惜 我们这个生命 一方面也会爱护每一个人 好 我们再看第三次一节 虚不理 若人言 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 受则见 虚不理 予以云合 世人结我所说亦佛 世尊 世人不解如来所说亦 何以故 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 受则见 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 受则见 世人我见人见众生见 受则见 虚不理 发阿尼奥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于一切法 应如是知 如是见 如是信节 不生法相 虚不理 所言法相者 如来说即非法相 世人法相 这一节一样跟前面 我们有讲过 说X即非X 世人X 都是相同的这些内容 只是再重新再叮影大家 佛陀有时候 如果一般众生 没办法正确理解佛陀所讲的 就会认为说 佛陀你有讲到我见 人见众生见 你这样 你是不是一样落入 我见众生见之中呢 佛陀说因为这样 你是从语言文字明像上面来解读 那是不正确的 你没办法了解真正佛陀所讲的 什么叫做无人像无我像 所以这里一样 就是只是叮咛大家 不要落入语言明像里面去钻眼 好 我们后面有一句话就是说 发阿尼奥多罗三秒三菩 七心者于一切法 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节 不生法相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正确的知见 你不会执着人我相 也不会有法指 虚伏底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 是兵法相 这都是要破除众生对语言明像的执着啦 对法门的执着啦 告诉你一个方法 告诉你一个法门 就好像说给你一个药物 这个药物是要治病的药 但你不要把它执着不放啊 你不要把那个法门又执着为石油 然后一直持续直直不放 这样是不正确 这样又落入了人我相或是法相法子里面 这都是不正确的 好 再看三十二节 最后这一节 最后这一节 有讲到两个很重要的重点 等于说是精彩的结论 虚伏底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祈杰世界七宝慈用布施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萨心者 词语此经乃至诗句记等受此读送为人演说祈福圣彼 这句话事实上是重复 一样重复说这一经这一部经的重要 好 云和为人演说不取余相如辱不动何以故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露易如殿应作如世观 佛说试经乙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 幽婆赛幽婆矣一切试经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寿奉行 现在这里标出一个相当重要的重点 这里说云和为人演说不取余相如辱不动何以故呢 也就是说为什么一个见法开悟大策大悟的人 他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他能够像狮子吼为人演说 他能够来到辱辱不动呢 为什么一个大策大悟的人开悟的人他能够不取余相 对任何相都没有任何的执着呢何以故呢 因为他了悟了他也体证了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露易足殿应作如世观 这两行都很简短问题是你要用讲的都很容易 你用头脑去思维好像也很简单 你要引经论著你可以写的长篇大论 但是你真的要做到这样的境界 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佛法不是要你用讲的 佛法也不是要让你拿来当学问在那里探讨在那里钻研 佛法也不是要让你把他当作哲学在那里思维思辨 佛法是要解决我们生命很现实的忧悲苦恼的深层问题 如果你没有来到实修实证 那不管你再怎么解析 什么不取余相如辱不动 不管你再怎么解析 你立元对境是处处在取相 要来到卢卢不动 谈何容易啊 讲高标准的话 那是要事果阿罗汉才能够做到 你一定要无灵解要破除掉 要来到无我的境界 当你真的来到无我的境界的时候 也就是说把五上分解 我直 我慢 无影这些破除掉的时候 你人我相才会完全破除掉 无人相 无我相 无众生相 这时候不管你面对几百人 面对几千人 你都会如入无人之境 你不会在二元对立的世界里面分别 你也不会在那里自卑 也不会有我嘛 这时候你就能够真的不娶于笑 而且辱辱不动 所以你真的要做到这样境界的人 他一定是经历过相当深厚的文思修正 深厚的文思加上一定要实修实证 真正证悟到之后 你才会来到不娶于相 不然众生真的都在取向 连早抓取抗拒 不知道而已 你的心不是平等心 你的心来来去去 只要你还没有来到大安心大自在 还不知道究竟解脱的涅槃彼岸在哪里的话 你的心一定是来来去去寻寻觅觅 你就没办法做到辱辱不斗 所以这里八个字 你真的要做到这样的境界 那是非常不容易 一定要透过深厚的文思修正 而且那是要来到无我的境界 你才有办法 只要你体重到无我 无我相之后 你就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所以你不会取一相 只要你能够做到无人相 无我相 无众生相 你自然就能够来到辱辱不动的境界 所以这都是息息相关 那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样的境界呢 因为他了悟了一切的真理事项 原来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易如电 这个含义非常深 我们下一节会继续再跟大家讲解 这个很重要的核心 我们现在来看幻灯片 各位同修 我们现在讲金刚经的最后这个阶段 现在我们再透过一些幻灯片 来协助大家体会什么叫做一核像的世界 我们现在透过这张图表 这个是一个实际的花朵 这叫什么花我不知道 但是当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 我很赞叹 哇 赞叹法界的奥妙 它这个花它是连续开很久 它最初出来的时候只有一朵 最初出来的时候一朵 那这一朵开快泄的时候 它有分出两朵出来 开两朵 那这两朵泄的时候它开四朵花 那这四朵花泄的时候它再开八朵花 八朵花泄的时候开十六朵花 然后再三十二朵花 是这样喔 它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过来这样 而这个我看了之后 我想到说太极土里面所讲的 五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 两仪四项四项八卦 在这里都把它写实出来 这都是实际拍到的 不是可以照做的 好 好 那你看喔 这些现存的这些花 现在在开的这些花呢 你要知道啊 如果众生没有来到 体会什么叫一核相一体世界的时候 你会用这一边的打这边啊 你会觉得说我这个花跟你这边的花 不相干啊 因为你如果我是我它是它 我们怎么会相干呢 怎么会相干呢 所以众生不容易体会到 你我他 事实上我们是有相同的命运共同体 众生不容易体会到 我们事实上都是处在一体一核相的世界里面 一般众生体悟不到 所以当你体悟不到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贪嗔 那为什么这些贪嗔呢 一般来自于余痴 余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了悟整理事相 没有真正体会到一核相 所以众生 你看喔 一般人 你就是处在这个角度 这瓜牛角的这个角度 那个角上面 一个小小的这个角 用这边的角 再打这边的角 人與人之間的衝突 黨派與黨派之間的衝突 國與國之間的衝突 社會團利益衝突 都是這樣 都是用蝸鳥的這一邊的腳 在攻打另外那一邊的腳 我們現在是用整隻 把它放在大家面前 你會覺得說 哪有可能 我們哪裡會這樣 我們哪裡會這樣無知 然後用另外一腳攻擊另外一腳 那是因為你沒有把視野放開 你沒有把它放寬 如果你放寬放大 當你用放寬放大看到總體之後 你會發現 哇 原來我們是這整個 總體裡面的一個角落 就像如果你有看到總體的時候 你不會用右手去攻打左手 所有的真心都會消失 所以體會一核相非常重要 好 這個世間本來它就是有白天有黑夜 有陰有陽 這個世間它是一個和諧的完整體 但是一般眾生不容易體會到 一般眾生一直要把那個和諧的完整的 和諧的那個完整體要把它拆開 要把它分裂 要把它撕裂 認為我只要擺的就好 我不要黑的 我只要認同我這個政黨理念的人就是好人 跟我政黨理念不相同的人就是壞人 跟我這個黨派跟我理念相同就是好的 就是對的 跟我理念不相同的就是錯的 順我則是逆我則非 人類就是這樣一直在二元的對立 一直在分類分類分類 社會的衝突 家庭的衝突 國際之間的衝突 都在於人類沒辦法回到前面這個和諧的一體世界來 互相尊重 互相包容 今天要解決家庭的衝突 社會的衝突 國際之間的衝突 就是人類要慢慢的去體會 我們是處在一體的世界 不要再製造各種分類 眾生就好像這個大海裡面的波浪 你我他就是大海裡面的一個波浪一個波浪 每一個波浪就代表一個眾生 這是個比喻 那你要知道我這邊的波浪跟這邊的波浪 表面看起來好像不相干 因為我這也是一個波浪啊 你也是一個波浪啊 我是我 你是你 他是他 那是因為眾生沒有拉開視野 沒有看到這整個的關聯性 難道你這個波浪跟這個波浪可以截然發風開來嗎 可以單獨完全的個別不相干的存在嗎 那是不可能 所以你的存在跟整個世間都有息息的相關 眾生呢 你看齁 你處在大海中的雨 你在海水裡面的雨 那你就認為說 我這一條雨我比較大尾啊 我比較偉大啊 你們跟我不一樣啊 你們要閃開啊 你不閃開的話 我就攻擊你啊 因為我是我 你跟我們不一樣啊 那你是你 他是他 眾生就像海中的雨在那兒游來游去 一方面 體會不到你跟其他魚 這是處在一體的魚缸裡面 這整個大海就是一個比較大的魚缸而已 眾生不容易體會到這個層面 如果你智慧沒有提高 所以我們修行 學我修行 就是要提升我們的視野 提升我們的智慧啊 當你真的 你的智慧越高 哇 你的慈悲心就越廣大 那是自然的流入啊 如果你能夠體會到一體世界的時候 你還會去排斥其他的人嗎 還有眾生就像海中的雨 一直要去找尋那個大海在哪裡 我們還要再推文前面這一章 眾生就像海中的雨 然後一直要去找尋大海在哪裡 因為你與生俱來 你跟大海相處在一起 但是你不知道 你不覺得這個大海就在你現在所處的境界裡面 就好像說我們與生俱來跟這整個地球是一體 地球在轉動 自轉也在公轉 但是眾生感覺不到 因為你跟這個地球是完全一體 當你是完全一體的時候 你感受不到它的轉動 變動 這樣知道嗎 當你跟大海是一體的時候 你體會不到 你就在大海裡面 然後聽人家說 到哪裡有一個很廣大的大海 那個才叫做解脫的彼岸 所以你就會一直在尋尋秘密 要去找另外一個彼岸 一個大海 這個叫做有來有去 因為你還沒有認識到 你就處在這個大海裡面 如果你還沒有認識到 那個究竟解脫的彼岸就在此岸 就在這裡 那你的內心一定是有苦有不安 你會繼續在尋尋秘密 所以當人有我見深見的時候 你看你本來跟其他眾生是 大海裡面的這個波浪 但是你不認同 你也認為說你跟其他人不相干 那你那個深見 我見很強的時候 結果你把自己突出來了 樹立出來 結果你就好像特別突出 那你就認為說我地位比較高 我比較高 我各方面都比較高級 我知識也比較高 學問也比較高 結果好了 你認為你比較高 但是沒多久你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你會有那一種孤獨落寞的感覺 你覺得你靜不下來 你不知如何自處 當你靜下來的時候 你的內心徬徨不安 因為你覺得周遭的這些 都不是你所要的境界 你認為那些跟我無關 這個不是我所要的 所以你就會變成在茫茫的人生大海裡面 你就會變成很孤單 很孤獨 而且會覺得茫茫人 沒有知音 沒有知己 而且其他人你也看不順眼 你也沒辦法跟這些境界融迴在一起 所以你就會變成漸漸的孤立 孤傲了 你的生命就會覺得很孤單 很苦 而其他這些你就認為這都是苦海 所以你會認為說 哇 那是業障深重才處在這個苦海中 但是要知道那是人類沒有認清思想 你用我劍 生劍 把從本來是一體的世界裡面 你把它自己化分開來 這樣知道嗎 現在講這些都很深喔 都很深 值得讓大家慢慢去品嘗 慢慢去思維 去體會 這裡面處處都充滿了殘疾 大家好好去體會 眾生習慣以二元的對立 二元的分類 用自己的好物標準去界定 這個是粉紅色的日日春好看 很好 哇 很好的名字日日春 但是如果送給你這個 一樣這個是日日春啊 但是白色的 哎呀 這個白色的不好啦 那不好 我要的是粉紅色的 重視用自己的好物標準 如果說粉紅色的才好啊 白色的這樣不好啊 結果你看 你就在一體的世界 本來是法界都是平等的世界裡面 你就把它截然化分開來 用自己的好物標準去界定 好 眾生都用自己的好物標準 我認為雙風的才好看 這個單風的 啊 它不好看 所以你就要設法 要去美容 然後因為眾生如果說 你這個 這是業障深重啊 你前世沒有做好啊 才沒有像人家這麼這樣雙風啊 那你看 我們能不能尊重眾生 雙風單風都好嘛 那是高是低 那隨緣嘛 那是自然就好嘛 自然就是美嘛 對不對 好 那眾生又會一直不斷地在分類 在一體的世界裡面不斷在分類 認為說 我只喜歡晴朗的天氣 白雲多好 我只需要 我只喜歡白雲 我不喜歡看到烏雲 但是如果你能夠靜下去看 這個有什麼醜 有什麼不好看呢 一樣很美啊 一樣很美 而且包括說要變成烏雲 或是有彩色的這些雲 這個都不是我在決定啊 這是整個大自然的因緣啊 這是夕陽的一個角落啊 夕陽的一個角度啊 眾生認為說 喔 這個白雲才夠大 這樣才夠莊嚴 才夠漂亮 還再來比大比小 然後不喜歡 哎呀 這個什麼陰天啊 要下雨了 這個很倒楣啊 我今天過來怎麼又遇到下雨天 觸眉頭啊 這個大概我生成八字不好啊 才出來這樣去接 去刷到 衝殺到我要回去要趕快祭祭祭拜 拜託啊 沒完沒了啊 能不能安住在每個當下 晴天 晴天也很好 有白雲也很好 日日是好日啊 連連是好連 遇到有下雨天也很好啊 如果都沒有下雨的話 那你不是會渴死的嗎 會乾旱嗎 對不對 所以能不能用平等的心態 晴天也很好 雨天也很好 如果能夠體會到這些的話 那以前你常常在跟太太吵架 以後你就不會吵架了 家裡風和日禮也很好 吵架的時候也很好 打烈的時候也很好 潑冷水的時候也很好 能夠這樣的話 家裡的衝突就會大大的化粗 知道嗎 而且正是因為你不生氣 你的慈悲心 你的另一半 會因為你的學佛 你的修行 你的改變 而跟著改變 知道嗎 再來 如果眾生一直在二元對立分野 分辨 然後你一直在逐雲追夢 這是寒山詩德頌 我們以後會跟大家分享 眾生一直在逐雲追逐雲 在追逐夢幻世界 如果你一直在逐雲追夢 到後來慢慢的 慢慢的 一場夢 一場空 雲還是在遠山寒笑 而你是躺在那裡 還是一樣繼續看雲 但是你所追逐的雲 還是追逐不到 這就是說 眾生如果沒有療食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在貪 一直在抓 那你看 這個像什麼 那個吐蕃鼠啊 一般眾生啊 哇 一出生沒多久之後 然後漸漸長大之後 就不斷的拼命的工作 拼命的賺錢 拼命的為你的理想打拼 但是你一直辛苦的工作 辛苦的工作 到後來還是一樣 視角朝天啊 而且兩手空空啊 一場夢 一場空啊 這就是說 如果你所追逐的 這個跟法界大自然運轉法則相反的時候 不管你再怎麼追逐 怎麼抓 到最後就是一場夢 一場空 學佛非常重要啊 就是讓你從夢幻世界裡面醒過來啊 去聊真理實相啊 那眾生一般遇到這個 喔 這是枯實的嘛 這個不好看嘛 哎呦 那個脆脆綠綠的那才好看 但是對法界大自然而言 翠綠的樹也是法界的莊園 那這個枯掉的樹呢 法界也沒有排斥它 大自然也一樣用平等心來包容 來接納它 而且 你看這一棵枯樹 它也正在展現法界的莊園 自然的奧妙 它也是在點綴著這個大自然的美 它是展現一種藝術之美 知道嗎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能夠用平等心來看的時候 一樣 你這個當下 你會看到 哇 大自然的藝術之美啊 所以我們要學習的那一種欣賞大自然的藝術 好 你看喔 這一張幻燈片裡面一樣喔 告訴我們整個大自然它是沒有分別的包容一切 你是翠綠色的竹子 我一樣讓你能夠很蓬勃的發展 你是枯掉的竹子 枯掉的樹枝 我一樣平等心來接受 而且你看喔 正因為有這樣的無量的虛空 接納這一切 生跟死 這裡就像生跟死喔 接納生跟死 所以你看這裡又構築出一個很莊嚴的法界 裡面一樣充滿的藝術之美 你要好好去體會啊 這裡面都有在啟示喔 希望大家能夠超越那一種過去的 我認為翠綠的才好看 這枯掉的不好看 慢慢的要把那一種二元對地的思維觀念重新來過 以前你認為要別人各種理念觀念要跟我認同 這個才是我的朋友 才是好人 其他的跟我不相關的 不相同的 那就是壞人 就是不好 今天我們要重新來過 我們能不能 我是黃色的 你是白色的 一樣沒關係 我們大家可以和諧共存 知道嗎 不要強求別人與自己相同 如果你能夠 這是拍到自然的情況喔 這不是彩色 也不是用裝進去的喔 不是用合成的 它一支玫瑰花裡面 它一樣有不同的顏色 那你看 如果你能夠包容異己 包容不同自己觀念 理念的人 那你看 你這個世間不是會變成 變成為多彩多姿嗎 而且很莊嚴 很和諧 不和諧 有衝突 那是因為 我們不能夠包容別人 那你看 一般眾生認為說 我們人類才比較高級 高尚 你這個狗 你是畜生 你這樣 很可憐 到處這樣無家可歸 但是你看 我們這樣 人類在那裡 胃靈 胃力 綁綁綁綠綠綠綠 我們這樣隨便一躺下來 睡得很甜很熟 很熟啊 你認為你又在批判啊 你睡得這樣什麼姿勢啊 睡得這麼難看 你管我好看不好看 我睡得舒服 睡得高興 睡得很甜美就好啦 對不對 你看還睡得可以流口水啊 那問問你自己 你自己睡得很甜嗎 你是常常這樣睡覺品質不好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常在看不起那些動物 事實上他們都在跟我們講經手法 包括說猴子 也是一樣 人類用不平等的心來看他們 但是人家那麼悠閒 在那裡 常常不休假 那你曾幾何時在那裡悠閒過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包括喔 這邊抓過之後 來換這邊 這邊還有 再繼續抓 那你看 你有這麼樣的悠閒過日子嗎 你是一直把忙碌碌碌碌呢 那你看 剛才我幫你抓過了 現在要吃午餐的時候沒有桌子嗎 拜託老兄你躺下來 讓我當桌子用 好嗎 和諧相處 OK 所以人類一直自以為聰明 但是人類不知道聰明反被聰明物 人類以為很聰明 然後到後來你看 竟然人類是關在籠子裡面 那些動物來看人類 好啦 這個很眼神啦 這張是人類關在裡面嘛 對不對 好啦 我們以後再跟大家繼續分享 好 今天就到這裡 祝大家髮喜充滿解脫自在 謝謝 謝謝